勇气与荣耀 2. 西塔的秘密 西塔是独居动物 它有一个秘密 就是前不久 它在草原的巢穴里产下的五只幼崽 它们闭着眼睛 不能自理 完全依赖它们的母亲 西塔是位单亲母亲 没有团队可以依靠 狩猎时它必须离开孩子们 独自去面对 去行动 猎豹虽然是陆地跑得最快的动物 但狩猎绝非一时 汤姆森羚羊也和猎豹一样 快速而敏捷 西塔虽然速度快 但不能持久 它必须前行到离猎物足够近 才能发动突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成功了 西塔和孩子们的晚餐有着落 随着河水位下降 两大雄狮王国战争一触即发 西塔和五个孩子因战争波及 将何处何从 欢迎收看勇气荣耀第三集